我是一个穿着太空衣的时空旅行者 在各个星球之间旅行 今天,我来到了一个奇妙的星球上 这里的生物都很有趣 其中有一只蚂蚁和一只金龟子 它们的故事令人深思 夏天,蚂蚁忙碌地在田里搜集小麦和大麦 存储食物,准备度过冬季 而金龟子则悠闲地过住日子 并好奇地问蚂蚁为何要这么勤劳 但蚂蚁当时并没有回答它 当冬天来临时 金龟子因为没想到要准备食物 它饿住肚子来到蚂蚁的家里求食 蚂蚁对它说 如果当时我在工作中 你不是批评我 而是你也去做工 现在就不会忍机挨饿了 这个预言告诉我们 尽管时光流转,万物变化 但提前准备是为了计划将来的最好方式 就像蚂蚁一样 它们在夏季勤奋工作 为冬季的来临做好准备 而金龟子则是在夏季悠闲自在 却在冬季受到了饥饿的折磨 因此 我们应该珍惜时间 及早为未来做好准备 避免遭受悲剧的发生 在时空旅行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挑战和危险 但只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就能减少风险并提高成功的几率 此外 这个故事还提醒我们要避免批评和挑剔他人 而是要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这样才能在旅途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并且取得更多的成就 谢谢观看 我是一名穿着太空衣的时空旅行者 希望下一个故事再现